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小区的业主要交物业费的 同时在交物业费的同时 小区的公共收益 小区业主来说也是应该有所收获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继续来聚焦 新修改的物业管理条例里面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其中重点要关注的就是公共收益这一块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一起来参与节目讨论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小区公共收益到底该怎么用 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明确 业主依法享有的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 业主大会 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 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业主所得收益 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 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根据上述规定 概括来讲 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以下收入 属于业主们的有 一 小区外车辆进入小区要收停车费 二 有人要在小区广场搞特卖或做活动 要交场地租金 三 小区的配套商铺 有人要开店那就得付房租 四 小区的会所 承包给别人经营 也要收租金 五 小区的广告收益 比如电梯广告 信箱广告等 这些项目收钱的虽然是物业 但是物业只是代为管理 好 短片告诉我们 小区当中有很多公共部位 公共设施设备会产生小区的一些共有收益 这些收益按说 都是应该是由小区业主们来获得的 那各位是不是有所收益呢 听听实蕾 从来没有过 对 因为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 我们从16年底就发现 就是特别多的广告 电梯广告特别多 然后这种情况下 因为我们小区没有业委会 然后说有些热心的这个业主 就牵头在跟这个物业公司在交涉 就说你这个收入在哪里 包括你这个电子屏的这个广告 你这个电费 是不是走了我们这个公用的电费 我们都不知道 公摊电费 对 是不是公摊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希望你把这个账 能够我们详细的报一下 但是物业公司就一直都不说 但按照他的支持 他每年年底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这个支出情况列出来 那他的收入情况 对于我们来讲永远都是一个谜 那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什么 一个结果呢就是物业和这个住户之间 就我们业主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差 因为我认为你每年只有到找我 吹缴物业费的时候 你才把我封为上帝 平时的时候你都是把我踢在一边的 或者说只有我找你 你才会稍微复验我一两句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是一个很好的 那这一次的新的管理条例 出差以后呢 我们作为业主方面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落地 这样不论对业主也好 还是对于这个物业管理公司也好 大家都有一个依据 我们都希望把事情做到 能够清清楚楚的是最好的事情了 对吧 有分账能分账 能赚钱大家一起赚了 是不是 好那天天 吴律师这一块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们小区相对来说比较好 至少说公共收益呢 能够看得到它到底有多少 当然要说收回来 你是说每个业主都能够看得 它是公开的吗 不是 就是说它有贴出来 有贴出来就每年的时候 它有对这个公开收入支出 有这么一个公式 也说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 是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说一下 包括哪些的这个公共收益吗 比如说电梯的广告 然后呢 那个车厂的收入 还有说这个移动公司机房啊 等等这一些都是公共的收益 那一般的我们都是有三七分的分成 所以他都会说收入是多少 支出在哪里 要说收到自己口袋 那客观的讲没有 而且我也相信说 其实我们所有小区的公共收益 不是以落袋为安 而是说你要反馈给这个小区 提高小区的品质 是对我们所有的业主 更好的一种方式 好的 两位嘉宾 有的是不知道这个钱到哪去了 要想去要一个账目 公开都要不到 那你这起码能知道到哪去了 那我要举个例子 就是说在我们厦门 有一个小区是这样子 就所有的公共收益 他从来都不知道 特别是停车场的收益 他一年大概有十万的收益 那么这十来年了 一百万的收益 他从来没有公示过 但是据了解到 他的包括倒闸 都是使用了业主的公围金 但是呢 他认为说这个停车场收入 就是我的 至今他都不愿意 他认为这是辛苦费 是的 这是我的地方 全部就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 所以这实际情况就很少会公开的 好的 今天我们节目中也来了 厦门市物业协会的副会长 向林亦云先生 向会长 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是作为物业公司 如果说它经过运营 收到了这一笔 是属于小区业主共有的 共有收益这一块 应该怎么来告诉大家 有没有一个比较强制性的一些规定 那么首先呢 因为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资质的取消 那么最近呢 这个确实修改了这个物业管理条例 但是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呢 也仅限于修改了这些 有一些派生出来的一些谣言啊 也很多 我们希望大家呢 不要信仰和传仰 那么其实对于公有部位的这个收益这一块 其实在物权法 在物业管理条例 无论是旧版还是新版的 都有明确的这个约定 那么我们的这个公有部位的 是来源于我们建筑物的这个区分所有权 也就是我们业主经常能看到的建筑面积 和自己的这个使用面积之间的这个差距 所带来的这些公有部位和公有设施 那么这一块 有些地方是可以用来经营的 那么经营的这个收益归随 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上有明确的约定 在博物院的物业管理条例 和福建省的物业管理条例里面 明确地指出 它的主体要用于专项文秀资金 那么厦门市的物业管理的若干规定 对这一块呢也有非常明确 更加细化的一些指出 那么其中有一条 他说物业公有部位和公用设施 经营收入和支出 要在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 公事十日以上 并且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网站 共事半年 我们认为呢 这个公有收益这一块 大多数合法的这个 经营的这样一些物业企业 还是做得非常的透明和公开的 但是我们跟业主之间呢 确实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些 这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所以我所在的一个企业 这几年也在努力在做一些改变 那么我们提到的这个 服务好业主的五好标准当中 其中最重要的有一条 就是财务透明权益好 我们甚至利用我们的互联网手段 在最近的这个 这个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刚才吴先生 石先生提到的这个电梯广告 我们在旁边做一个思维码 然后你如果去扫一下这个思维码 你可能就能够知道 这个电梯广告的合同 跟哪一家广告公司签的 它的收益是怎么样的 它的收益是怎么样去流入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怕有的时候 业主看不到这样一些信息 然后呢我们把它尽量的去细化 做得更加的公开和透明 那我相信呢 基于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 这样的一些信任机制的建立 那么未来这一块的这个收益呢 对这个情况的话 就不会再出现这样一些 信息不对称的一些情况 当然我们行业呢 也有我们自己的自律和承接的措施 主管部门呢 也有它的一些 这个严格的一些管理措施 可以去做到 未来我们的公有收益 去哪了 清清楚楚 所以说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些企业来说 有的是依法在进行运营管理 那有的不太合法的 或者是做一些小动作的 那包括石磊所在的这个小区 要看到底是不是在依法诚信的在经营了 那对于那些不诚信经营的物业管理公司来说 如果说他把大家这个小区业主应该获得的公共收益 挪为他用或者据为己有 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罚呢 再来看一个短片 在新物业管理条例第64条中规定 如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县期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罚款分为两个等级 个人违反上述规定 将被处以1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所得收益 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 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 养护 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好的 有了新修改的物业管理条例之后 这个法则也是列得比较清楚了 那对于小区业主应有的 公有收益这一块 各位觉得能不能够说 在这样的一个法规的支持下 能够顺利的拿回到自己的手上 再听听事例 我觉得还是蛮难的 刚才讲因为在很多的小区 实际上已经是侵权在先了 就刚才讲 吴律师刚才说的那个例子 一百万的这个停车费 你现在他一下子把他追着回来 怎么能追 就说你这个条例 即使生效以后 就现在已经生效了 这样以后我们这个追责的权利 能够追得到什么样一个情况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致 要去试试 要去录制下去 那或者是从今以后呢 对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设置好 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起 我们才能对这个权利 我们这个自己应该所得的利益 我们才能把 才能拿回来 或者说倒退往前面 十年以前 你都已经开心权了 你都要退给我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难点 可能这个就要承试很长时间 可能接下来还有一大堆的官司 要到我们这个法院里面去判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是我们自己个人最担心的 实际上我是觉得 我们不要把业主想到 每天都有那么多的精力 投身到这个业委会的管理 或者说我们对于物业的 这个监督里面去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担心什么呢 你这个业 就是那个物业单位 跟那个广告单位 或者什么样 签订的合同是阴阳合同 给我们业主看一份 然后呢 他自己呢 就利用他们之间事项交往 或者说把利益 转换成其他的方式 进行一个输送 对于物业公司的人 他的收入是保证的 那对于业主的人呢 他的收入实际上是损失的 我们也担心这种情况发生 当然那在前面 会长也说了 有很多方式可以去监督 可以去监管 我们可以去自己去查 但是我想 为什么我们要活得这么累 我做一个业主 我希望活得很简单 当然我们希望就是 所有的这个物业单位 就像会长说的那样子 能够做得这么好 我们就不用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希望 换句话讲的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物业管理协会也好 还有我们的行政管理单位也好 把这个事情抓好就行了 不要什么事情都让我们业主去做 真的是很累 这个还要带着一种怀疑的心态 去看待物业管理这个机构 那今天吴律师 我认为说 这一个规定出来之后 只是说我们大家 包括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等等 在行使自己执行 或提供服务的时候 更有一句话 也就是说他更应该这么做 但是呢 事实上会不会这么做 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就像石磊讲的 我们每一个业主 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此我们要借助到的 比如说如果有成立业委会的地方 那由业主委员会来行使监督圈 本身第一点就是说 物业公司它本身就应该公开公事的 那它如果没有做到的时候 就用业委会他们来主张这个权益 这样子的话 因为业主委员会本身就是代表 我们整个业主来行使职权的 好的 对于这个新修改的物业管理条例 那也有业内人士说 这个条例其实呢 修改的这个程度并不是很大 只是删除了一些关于资质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其实关于法则 是不是以前的管理条例已经存在了 那如果已经存在了的话 对于有的物业没有公开自己的账目 或者出现损害业主的利益的时候 那咱们的这个法案有没有执行下去呢 首先啊 刚才那个石先生有讲 现在做业主很累 但其实在我的眼里呢 我觉得从现在的资产价值上来说 商品房的业主还是蛮幸福 相反的呢 这个物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呢 就还是比较辛苦的 很多的都是城市的低收入人群 以及外来务部人员 我们经常能看到图片呢 当这个他畅微微的这个手上 攒满了老简 捧着这个微薄的薪水的时候 充满了同情 但是呢 在小区的这个生态呢 实实上是我们的业主大会 也就是我们全体业主 是这个小区的公有部位的 这样一个总的这样一个股东 就是所有的这些产权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业主所有的 那我们选举出来的我们的业委会呢 恰好是这样一个治理的 这样一个董事会 那么物业公司呢 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经营管理者的 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业主大会呢 作为股东方 或者作为董事会 对于物业呢 的这样的一些监督 我们也不要觉得它是累 因为这是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这是管理好我们的资产 这个是我想声明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新的规定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的规定的 这些法则 事实上早已经存在 并且的话 新修订的条例之后 这一条不是64条 应该是63条 因为三减掉了一条 所以这一条呢 这个所谓的擅自利用这个工有部位 它实实上是跟54条是对应的 那么什么叫擅自 那么利用物业工有部位 工有设施设备进行经营呢 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 业主大会 物业服务企业 同意后 按照规定办理有些企业 你们看到了 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 在这个里面也是一个主角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不能去乱去用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的收益 我现在最关心的 如果它乱用了 如果据为己有 而没有分配支付给 这个有权获得收益的业主 那咱们谁来监督 谁来执法来进行处罚呢 有没有过 比如在我们下面 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我说一句 包括刚才像会长刚才讲到 其实这一些规则 或者说罚则 在一直都有 这一次只是说 大家更高地提高了这个意思 对 修改了以后又亮下了 对 又亮下了 就包括说我们厦门市 这个就监测局 它都有网站说要求 而且也有条例 厦门市的物业管理条例 有要求说物业公司 至少每半年要公示一下 公共收益跟公围金的收支情况 但是事实情况是 很多的小区的物业公司 没有去公示 那为什么会没有呢 那就是罚则 对 所以说这个罚则 所以我最关心的 就是咱们落实过一次 没有 处罚过没有 咱们协会应该知道吧 有没有过 一个企业它能够经营的 这个做百年老店 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行业当中 确实有一些痛点 也会有这个不守法的 这样一些企业的存在 就像我们无法保证 每一个公民 都能够追击守法一样 在行业当中呢 我们事实上 作为我们行业 对一些不合规经营 那些物业服务企业 做一些不正当的 一些竞争动作 以及是对业主的话 这一块是吧 侵害这个业主权益 我们也是反对的 所以我们在协会当中 我们也有我们在 行业的自律 和这个承接的一些措施 同时 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 就是有没有落实过 对 客观上来讲 不管是你们物业协会 还是建设局 实际上对这种 没有安息公式的东西 都没有做一个 实际上的处罚 就是有这个要求 但如果没做到 也就没做到 对于如果是说 有相关的方面 上次你用公有部位经营 然后又去 你如果不公式 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你是不是有违规使用 或者说这样子 就是名不述 官不查了 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 你行业部门 跟行业主管 本身就应该来管理 那基本上就到目前为止 咱们其实没有 有规定 就是依据物业管理 不管是新的 还是旧的条例 处罚过相应的 物业管理公司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我了解到是没有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的发表的意见 老刘就说 只要业委会监管道 为收入去向 就不怕变成糊涂账 业委会是前提 要是没有的话 可能监督就难以执行了 小周说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用在了小区的改善环境 这是有一些业主 或者是住户的一种希望 只要你用于我们 这个住户业主身上 大家都是愿意 都是高兴的 好 前面说到了 对于物业管理公司的 他们的运营的监督 主要的就是体现在 业委会的身上 但是如果说没有业委会 很多小区就没有成立业委会 那么这个 共有的收益 到底应该怎么来支配 又怎么来实现监督到位 听听 律师 从我们这个规则上来讲 在没有业委会的地方 有两个 一个就是所有的业主 都有这个权利来管 但事实上不可能做到 每个业主都有自己的工作 包括其实业委会 很多人也是 这个义务的在这里 所以说没有这么多时间 那么另外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 其实你街道办 包括你建设局 是可以来或者说有义务来指导 或者说来进行监督的 但是 刚刚讲到的是 因难状况 就是说应该这样做 但实际情况就是 没有业委会的地方 基本上就属于 吃亚麻亏的意思 就看这个物业公司 这些财务政策进行审计 那只有业主委员会 才有这一个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小区 在16年这个 莫兰地台风以后 它贴了一个 维修的一个告知单 就是说 这些东西要从 我们的这个供应金里面出 我当时看了一眼 我特别不明白的是什么呢 光灯的 灯的这个维修费 有十几万 一盏灯800块钱 我就不知道 我们用的是什么灯 你知道吗 据你了解最贵的灯 那应该是那种 水晶大吊灯 才会比较贵的 贫穷限制了很多想象力 他就告诉我 一盏灯800块钱 我说你要用什么灯 你要买这么多 而且一下子花了十几万 所以我们真的是 没办法去想象 然后我个人觉得 自己也没有道理 人家说你是专业的吗 你是做审计的吗 还是你是业务会的人吗 所以说几个疑问 我们都没办法去注意 所以我觉得 没有业务会 真的是吃雅八亏 好 其实这里也就是提醒 是不是没有业务会的小区 赶紧成立业务会 不然的话呢 代表业主来行使 自己的这样监督权力 都不好做下去 一定要选一些 有公信力 能为小区服务的 业主委员会成员 因为有些地方的 业主委员会 选出来之后 跟物业公司 有可能关系太密切 你还是白打 好的 我们待会继续 再来关注这个话题 现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2018军事科技 建议华来了 歼31 歼15 99A处战探客 一龙无人机等 仿真重机 全国首发 更有辽宁店内部 威儿体验 虚拟跳伞 飞行器模拟驾驶 95式机枪 实感射击 燃爆体验 4月20日至23日 坐标会战中心 能到亲者运售 先抢先得 线上购票 公众号蓝店 侠侣亲子游 游乐网 线下购票 游政各支局网点 国务院对 物业管理条例做修订 业主想服务 还可有收益 您是否分到过 小区公共收益 使用或分发 业委会可监督 无业委会小区怎么办 收益权归业主 物业还能否保持 招租协调积极性 TV2 欢迎亮剑 小区公共收益 去了哪儿 您关注过吗 好 回到正在直播的TV 继续来关注小区 这个公共收益 去了哪儿 您领到过吗 您关注这个话题吗 也有人担心 就是如果真正落实下来 小区的公共收益 全部都归业主了 那作为物业管理方来说 它不是白流汗 白付出了吗 也有人担心 如果真这样的话 那可能物业费 马上就要上涨了 那今天会长 会不会有这种担心 或者是会不会 正常就是这样的 那个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相应的 这个公有收益 这块的这个法律约束 其实在几年前就有 在这几年当中 并没有说 因为这个公有收益 要给这个业主 然后这个物业费 就产生了这个上涨 这种情况 从刚才律师的 这个说法来说的话 其实他坐在小区里面 他已经非常清晰地知道了 他的这个停产的这个收入 所以我们所有的业主 如果作为这样一个股东 其实公有收益这一块 其实它的赞不是那么复杂 你稍加关注 是完全能够知晓的 那么知晓了之后 然后我们如果对这些 公有部位的经营 稍加关注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大部分的公有收益 是按照法律法规 它是流入了 专心维约资金的这些 这些账户的 专有的这个账户的 那么相应的来说 那么物业这个整个的一个收入 它当然是一个一盘大 就是一锅大 那么当然是 如果是说根据业主大会 就是我们有一个前设 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后 那么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业主大会 也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费用 拿出来 冲底到这个物业服务费里面去 这样的呢 其实是刚好满足了 我们有一些业主啊 它的需求就是说 把这个公有收益啊 拿回来了 其实减少了这个物业服务费的 这个支出 实际上也是一种获得 所以我觉得呢 通过未来的这样一个 一个机制 和我们业主的这个 联系的互动和这个监督 加上我们的信任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的 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公司啊 没有拿到任何的辛苦的付出 所应有的一个报酬的话呢 那么大家其实也担心 整个物业管理水平会下降的 所以外地有一个地方 就说他们呢 是根据他们的商量的结果 就是物业和这个业主啊 就是形成一个 一个分一个怎么讲 良性的互动 良性的互动 或者一个协商的结果 如果说小区物业的 物业费的收取 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话 那么物业公司就把收到的 小区业主共有的部分呢 全部返还 那如果说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 收取物业费的话 那么只返还百分之五十 这种一种捆绑式的 这么一个协议 各位觉得如何 能够促进小区的这个 物业管理和小区业主的 这种收益的共赢吗 我是比较反对 这一种捆绑式的 为什么呢 首先说到第一点 百分之百收取物业管理费 包括说我们会长单位 可能也很难做得到 所以百分之百不可能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你把物业费跟这种公共收益的提成 这个分层混合在一起 就是不恰当的 公共收益就是我的 就是我业主的 所以你不能跟这个物业服务费 分开来谈 分开来谈 对 这是一点 所以我是不赞成 第二点呢 就怎么样子来提高 物业公司的这个积极性 然后呢 我们业主呢 自己也有能够有所收获 或者说整个小区的品质 能够提高 我认为说 现在我们厦门的 一贯的做法比较好 就是分层式 你如果物业公司 你能把这些 就共有收益这一块 然后分成 对 这种方式比较合理 怎么比例比较合理 比如说 现在说 现在大部分是用三七开 如果说这种比例 大家以后绝对不合适 我们可以再进行调整 物业三 业主 七 是 因为我是业主 是我的东西 我肯定是占大 但其实 其实就是 其中一个 共有收益 它是可以再开发的 就是我们可以用 接级式的 接级式办法 比物业新的好 我们也有 比物业能好 不跟你们 即可